今天要前往花蓮嗎 有預定跟哪些在地人士會面 我想除了一些祈福的活動之外 我們也跟像現議會黨團 代表會等等地方的民代 還有我們的一些過去長期以來 很辛苦的這些幹部 也謝謝他們這一年多來 配合黨中央在各項黨務工作推動 還有政策一起推動像萊豬 疫苗 紓困等等 我們中央跟地方的這些連線工作 那現在的黨中央其實不只是要領導 更要服務 所以地方的議會也好 縣市政府也好 任何的需要我想都是我們要服務的這些工作重點 所以我想未來呢 我們也聽聽大家的意見 是不是有哪一些我們還可以再調整 再改進的 我想作為未來我們工作的參考 那昨天那個朱市長他有前往大甲鎮南口嗎 跟嚴禁邁董事長見面 那對於朱市長這樣子想進攻台中 會不會有壓力呢 會不會有覺得被罰裝的感覺呢 不會啦 媽祖是慈悲的 不分顏色 那袁董是有溫暖的人 這個選舉拜訪都很正常 所以不會有所謂的這種壓力 那昨天那個就是主席先到黃復興黨部 那之後一離開之後朱市長也來了 會不會覺得他就是針對您的行程安排 黃復興是大家的啦 這個沒有分屬於哪一個人 那特別黃復興是本黨最忠貞的鐵位 所以大家是去關心黃復興黨部是應該的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針對黃復興的這些同志們 不是只有領導而是要服務 所以過去這一年多來 我們在推動相關的黨務工作上面 我也特別強調 在黃復興黨部的整個的這個工作重點上面 我們應該要以服務來代替領導 那像張亞中他最近在網路的民調 可以算是一隻黑馬 他最近在網路民調都是拿到第一名 那對此的話主席怎麼看呢 就是說會不會有 您會不會認為有換票 或者是有惡意操縱這樣的嫌疑呢 網路民調大家都很清楚啦 所以我們就參考就好了 那最重要的這是一個黨內選舉 所以票是在黨員身上 所以我們還是要想盡辦法去 讓我們黨員了解我們的主張跟訴求 那個趙聖方董事長的手組戰鬥來 那黨內有些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立下黨主席的嫌疑 那主席您會不會擔心說 威脅到下一任選出來的新黨主席 不用擔心啦 因為過去一年七個月的時間 我就是在號召戰鬥 做一個在野就是戰鬥 不斷的戰鬥 那我們也喚起了 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也喚起了戰鬥魂 那我也謝謝邵康兄 他繼續倡議戰鬥欄 那其實戰鬥 應該講說戰鬥是威力啦 不是威脅 那其實如果要講說戰鬥 會感到威脅的話 應該是民進黨會感到威脅 OK 好 謝謝 謝謝